我希望就是当然会多一些变化 包含就是说呢 输出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这个丢公式 然后清除 这个是丢最后的结果 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那个什么 ABCD能够做那个格式上的变化 什么样 就是输出资料ABCD之外 我也能够改变 比如说它的字的颜色 比如说A是蓝色 B是可能红色 或者底色变更一下 或者是加个框框 等等的诸如此类的效果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我就分别针对那个ABCD 给不同的样式 如果我是A的话 我就给蓝色字 B的话呢 我就把它底色改成黄色 C的话呢 我就把它框框 外框变红色的框 那D的话呢 就是自颜色之外 变红之外 然后加个粗体字 当然将来你也可以什么 去修改它的字的什么 包含什么字型 字的大小 其实这些效果都做得出来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次 假设你要针对您大量的资料 比如说你要取出哪些资料 给它一些特殊的效果的话 那就非常简单 刨个灰圈 它就自动判断里面 如果是哪一种类型的资料 自动给一个样式 不过常用的也许加个底色就很好用 有没有 以前如果你要自己去上色 哇那不得了 一个那么大的范围资料 你用人工来判断 哇那简直是不能到 因为资料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当然有必要呢 就利用用程式帮我判断就好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就是清除 特别是要资料的清除 跟颜色的清除是不同的 如果你这个用清除的话 你会发现清除 它只会清除格式 清除资料 有没有 把那个里面知道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清除里面的格式的话 可能就变成要个别性的清除 比如说字 本来是黑色的吧 所以你要把这个字改回黑色 不然它会变成这个蓝色 那底色的话呢 本来是没有 对 你要把底色也把它改没有 然后框框也是一样 框框要把它去掉 然后呢 这个颜色去掉 出体就是bold 把它变成没有 它就是true跟false 一个开关而已 所以这边有个清除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该怎么做 清除在这 等一下的话 我们还会讲一下 那个问卷里面 大家最想要做的 这个表单 那比如说我要填资料 像这边填 这个资料的话 理论上就是只要填什么 填姓名 有没有 有点像这样 原来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资料 开放的一个试算表 它就一直填一直填 可是你会发现 你开放给人家填 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它就不按照规定填 跟乱填 然后填完错了之后 你又要再去修正 可能你修正的时间 比它填的时间 可能还更多了 OK 所以要找出那个错误 说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就有必要加一个这种表单 这个表单有点像是 我填完之后 第一个 一个罗布尔坑 你填什么之后 反正我只要填姓名 跟这三个成绩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填完平均怎么平均 很简单嘛 要不我就什么 帮你相加除以三嘛 要不我就在这个公式 丢一个average就好了 average 然后这个范围给它就好 那最后呢 帮我算出合格不合格 跟那个多数 因为我们刚刚有写一个方选 对不对 那方选除了可以给 这边呼叫之外 其实表单也可以呼叫 也可以直接就把方选叫过来 你帮我判断就可以 出出合格 所以我demo一下这个表单给各位看 怎么做 1 这边将来会有个启动表单 或者呢 你也可以当Essal启动的时候 顺便叫出来 2的话呢 我会填资料 填什么资料 假设一个a enter它的成绩 然后填完之后呢 其实最好是什么 理论上是按新增 它会新增过去 我看一下 一笔 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发现 而且还自动画框框 框框帮我画出来 A就过来了 那再来就是一个B BBB 然后enter enter 其实最后 甚至我记得我是没有 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新增可不可以不要按 我就直接enter就好 在这边enter 资料就下来 我看一下有没有写 enter 好像有写这个 而且你会发现呢 这个游标会自动跳上来 而且把这里面的资料清空 你就可以继续再输入了 另外的话 我好像记得我这边是有写防呆 什么叫防呆 就是它如果输入资料 输入一个AA的话 诶 澄清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所以你应该怎么 防呆 防呆就是你输入错误了 不给你输入 对不对 所以怎么 我如果按新增 我不确定这有没有写 应该要防呆 这边有没有 请输入 他已经判断 这边两个没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输入 当然这边是对的好了 OK 好 那 再来的话这个是错的 所以应该要检查出来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发现 而且应该怎么 按确定之后 把这边清空游标再放回去 有没有 这样就更OK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用逻辑判断 把他的错误抓出来 然后强势他一定要符合你的格式要求 才能够真的输入 否则没办法输入 OK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 按 Enter Enter Enter就OK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框线还自己画 这个是待会我们也讲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颜色多重 多重那个颜色部分 有没有 这个就是 A的话是蓝色 B是底色 C是框线 D的话就是 红色加粗体质 那首先的话 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的话 一样我们切到刚刚这边 那我们直接就拿那个 乘积多重这个来改 那乘积多重的话 我就把它复制 再贴到底下 你Ctrl C Ctrl V也可以 Ctrl C Ctrl V 然后记得Sub名称后面 再加一个 乘积多重颜色 就是加那个格式部分 那特别注意 我希望 如果我输出A之后 请你帮我把A怎么样 直接就改成什么 改成 先输出 这一行是输出A 那底下呢 如果你要再把它变成蓝色的话 OK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要改成蓝色的话 一先输出什么Sales 刮壶先不要打 为什么 因为你刮壶打了之后 点下去就不会出现 我们需要这个提示 因为如果你不提示的话 有些打字很麻烦 因为如果你加上这个 点下去它没有提示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先打完再加那个刮壶 否则的话 这个有些 那点什么 Sales点 如果你要设定那个什么 设定字的颜色的话 那字型 那个英文单字呢 在这个VBA里面叫 有个物件叫缝 OK 然后这个缝里面的颜色的话 缝的颜色 应该什么 其中猜的应该可以猜出来 字的颜色 等于什么呢 蓝色 那蓝色代表之后 以后在VBA里面 如果要设定颜色 你只要记得一个函数 就够了 叫做RGB刮壶 OK 那R的话 其实应该是什么颜色 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R就是红色 G就是绿色 B就是蓝色 就是三原色 刮壶就是给三组数字 红色 它们每一组数字 就总共有256种颜色 0到255 也就调色盘一样 0是没有 255是调到最大 所以如果我要蓝色的话 就是没有红色就0 然后没有绿色 那我蓝色要开最大 255 OK 0到25 其实是256 就2的8次方 所以它总共能够产生的颜色数 就是2的24次方 大概是1000多万种颜色 好像人家调色盘 256乘256乘256乘256 这种颜色就对了 OK 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技巧 以后如果你在VBA要调颜色 就这么简单 R Q B 红 绿 蓝 我要蓝色最大 OK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输出 那A 糟糕 刚刚忘了加什么 刮糊 你会发现我如果忘了加刮糊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变成什么了 Sales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 所以储存格里面全部变成蓝色了 那怎么办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变回来的话 教各位一招了 针措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Ctrl G 是吗 跟着一下应该是这个Ctrl G 应该是即时运算视窗 如果你要全部变回来的话 有一招 就是你在这边打那个 我要把它全部变回黑色 Sales点 就是在这边直接再实行一次就对了 Fonts的Color 要把它全部改回来黑色的话 这等于什么 等于RGB 黑色是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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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那白色呢 全部开最大就对了 255 25 25 OK 应该可以 这个地方即时运算的时候就是 你不用写程式 直接可以在这边执行动作 OK 这也蛮好 有Enter看看 你有没有发现全部变成黑了 OK 好 如果你假设你不晓 因为蛮多同学 因为常常打完程式 然后忘记加瓜胡 OK 忘记加这个瓜胡 所以把这个瓜胡堵上 这样的话 我们字就变成 如果是A就全部变成什么 就全部变成蓝色了 我把它关一下 其实运算是Ctrl加G也可以 那我这个地方试一下 颜色多同 这个地方 就只有补这一行 OK FontsColor等于RGB 0025 给知情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的颜色就变蓝色了 其他颜色请各位自行调一下 所以以后Font Color 哪一个储存格的Font Color 等于什么颜色 就只要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针对某一个储存格 去变更颜色 就写这样就OK了 那底色B的话 我刚刚讲 如果我底色要变成黄色 那其实也是一样 底色的话 这别至于 它叫Intero 所以你就Sales 点什么 打一个I Intero 在这里 Intero 这个就是底 等于是那个储存格的底下 那个部分 的颜色的话 就点Color 这道理一样 然后如果要黄色的话 就等于RGB 刮红 黄色的话怎么填 其实如果你们以前 有上过那个水彩课的话 你只要挤一点红的 再挤一点一模一样的 绿色 把它调在一起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红色加绿色调在一起 就变成什么颜色 就变成黄色 OK 所以你们以前 没上过水彩课吗 还是你们没有 这种实验精神 OK 好 懂意思吗 重点不是在水彩课 重点是 红色全部 加上绿色的全部 那就是黄色的 所以就是 255 逗点 255 逗点 蓝色没有 0 这样子的话 那就黄色 记得Intero 记得把这个刮符 捕上这个来 这样子 因为主要是 你点下去才会提示的 但如果你拼得出来 你就直接从后打到尾就好了 OK 好 那B会不会变成 底色 有没有发现 加上去的 所以Intero Color 这个黄色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跑个回圈 这个范围里面找出什么资料 变成 找到的东西变成 黄色底色 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跑回圈 逻辑判断 加底色 所以这个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OK 我是觉得这还蛮管用的 不用记太多 字 变颜色 底色 变颜色 第三个就框线 框线的话就C C的话如果外面框框的话 其实很简单 框的话记得就是 这个是Sales店 它有个叫Bolder Bolder 而且你会发现它叫Bolder加S Bolder为什么 因为框线不只一条 上下左右 而且如果还有斜边的话 没有 如果你还好几个是斜边中间那个水平跟锤子 所以其实它应该有8条线 OK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框框线有4条线 所以我们就是Bolders 然后 点什么呢 一样点Color OK 然后红色的话就RGB多少 瓜糊 红的全部 就255 没有绿色 没有蓝色 后瓜糊 应该知道意思 OK RGB 我是觉得VBA里面 颜色你就记RGB 就够了 其他还有别的方法 但是别的方法不好用 很难用 干脆记一种就好了 就够了 OK 我觉得程式有时候真的不用记太多 你也记不了那么多 这一招大概够 最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一样 瓜糊抠过来 执行一下 框框有了 OK 第一的话就是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红色字加上那个 红色其实有点拖蓝 这个怎么办 搬过来就好 把它变红 红色就是这个 这个是红的 这个是蓝的 有没有 这样的话 配起来就刚好红色 有没有 这个 color等于红的 第一的话就红色 有没有红的 如果要加粗体的话 粗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cells 字的粗体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缝尺 的 诶 粗体 猜猜看应该哪一个呢 这个 bold 等于 要的话就是true 不要的话就是false 所以如果要你就打一个 true true 这可能要稍微记 如果你记不记还一招 true的话你也可以写e e就是要 就是打开 不要的话就是0 0或者打一个false也可以 0和e其实就是false 跟true的关系 e就是true 0就是false ok 当然比较标准是打true 我打true ok false的话就是 false ok 如果你打字打对 小写e它会变大写 ok 另外记得瓜糊 要把它拉下来 否则的话它变成全部 这个储存格全部变粗体 那就错了 ok 那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发现 是变红的而且变粗体 好 所以这个范例主要是教各位 就是等于是有四种效果 其实它有更多 但是我觉得这四个工作上够 用就够了 如果还不够 你可以再查一下 每个效果都可以做得出来 包含就是phone color 颜色 关键就是RGB 记得 那个抠下来的东西记得瓜糊 这个后面一定要加 为什么后面加 因为你如果加这个点下去 它不会提示 然后另外的话就intel color 然后以下RGB 然后boulders boulders的color 就框线颜色 另外就是加粗体 字的颜色变红 红色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加上去之后的话 特别主要如果你用清除的话 假设我今天加上去有清除 它的颜色都还在 所以呢 你要清除的话 你要另外一种方式清除 待会再来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教各位 四种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那种 就是 样式 可以让你的那个 资料快速产生重点 如果这的话 你以前要自己找到 比如说某些数字 某些数字大于多少 或者是说 某个条件有没有发生的话 那其实 一样 你就跑一个回圈 把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检查过 在里面写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某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底色变成 黄色 那其实 就可以利用刚刚的写法 这些都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就是 它可以取代你以前要用人工 去判断 并且标注 那个 格式 你就可以利用刚刚教的这四招了 包括就是 质的颜色 还有 这个质的 出尘格的底色 框线 跟那个加粗体的部分 试一下 好 好 好